立法院今天上午通过了决议要将财政部应该停止小店户开立统一发表提案的措施 要退回财政委员会要再做处理 而不过财政部长王健鲜今天下午强调 有关财政部的这项政策完全是合法合理 绝对没有改变的迹象 由于上个月财政委员会曾经决议 财政部应该考量营业规模狭小教育零星 以及有实际困难的小店户追以免用发票 这项决议在今天院会中被查的时候 立委彭白贤指出财政部并没有遵照决议扩张解释营业税法 认违法的行为经过两党协商结果 认为这项决议应该退回财政委员会进行处理 财政部长王健鲜今天表示 财政部核定全省19000家小店户开发票是百分之百的依法办事 从情理法来说都是站的住脚 24条第三项说财政部可以看你的能力和性质来指定你要用 这就是24条 对于这项政策一再起风波 立委认为已经对行政院的施政造成了一大挑战 会引发倒戈的危机 但是财政部则表示 这是民主政治下的自然现象 应该以平常心来处理 财政部表示这项措施已经获得大部分立委的认同 而且有八成以上的小店户都配合使用发票 财政部对于合法的政策应该要冠册执行 才对得起全国老百姓 谢谢 谢谢